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千言千語 我是賴岳謙 巴西駐IMF的前代表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對於當前的美元 他的武器化做了一些評估 而且對IMF 由美國所主導的幾個金融機構 他也做了一些評估 他的評估帶來的是 對美國來說是壞消息 因為他認為世界各國 看到美國對俄羅斯所做的事 而且看到美國對烏克蘭 所做的事情 所謂的美國對烏克蘭 所做的事是 美國透過它 能夠起主導作用的 這些國際金融機構 沒有擔保的 就把大量的錢 貸款給烏克蘭 他認為這些都損害了 這些機構的信譽跟信任 所以呈現出非常危險的一個地方 所以很多國家都開始在思考 避險的一個工作 這個避險對於美國來講 絕對不會是一個好消息 值得我們去探究的 第二個我們要跟各位談的是 有關於黎巴倫 現在跟以色列有沒有可能爆發 全面性的戰爭 在這個戰爭中 伊拉克 敘利亞 伊朗 燕門的福塞組織會不會都被捲入 最終爆發了另外一次的中東戰爭 美國當然現在是嚴正以待 但是對於以色列來說 它有沒有可能發動地面的攻擊 或者是發動有限的地面攻擊 或者是完全不採用地面攻擊 因為如果完全不採用地面攻擊 那基本上來說 對於以色列來講 它目前所達到的只有戰術上的勝利 可是戰略上很有可能 就是一個嚴重的挫敗了 為什麼 道理很簡單 也就是你雖然把真主黨的領袖殺了 也殺了伊朗派駐到真主黨的 這些重要的指揮官 但是問題就在於 仇恨可能會越演越烈 在經過幾十年之後 如果中東地區的國家 他們本身在經濟上 在科技方面在復甦了 對於以色列會不會構成 最大的安全上的威責 而如果經過十幾二十年以後 美國已經開始衰敗了 以色列還能不能維持 如此強大的優勢 這個對於這個國家的 長遠的未來來說 以色列目前的政府 他們是不是有遠見 也值得我們去探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大陸的海警 已經把它的警力延伸到 北太平洋了 北太平洋這個區域傳統 是美國加拿大日本等 北極圈相關國家他們的捕魚場 現在中國大陸已經在北太平洋這個地方 開始執行聯合國的海洋法的權利了 那當然這個必須要有所依托 所以我們會跟各位來做一個介紹 也就是中國的警力已經深得更遠了 過去我們只看到美國他說他要組織日本澳大利亞 甚至紐西蘭還有菲律賓等這些國家在南太平洋 在南海這個地方實施所謂的海警 我們都覺得很納悶 對於美國人來說的話 你是在這個太平洋的東端 在整個西太平洋根本沒有你存在的空間餘地 因為你的經濟海域也不過就是在太平洋的東端 坦白說 連關島是不是屬於你美國的 我們都是一個大疑問 原因是因為關島只是給你托管 而並不關島是屬於你 這也就是為什麼關島今天有總督 可是你美國卻把關島是據為己有 這是違反聯合國的精神 另外夏威夷亡國我們都知道 是你非法的把它併吞的 那麼併吞以後變成你的五十個州 但問題就在於夏威夷未來 他們的這種自主意識慢慢升起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也認為 你的併吞是非法的是違反國際法 因為當時已經有國際主權的原則 一個國家的主權神聖不可侵犯 而你美國強力的併吞了夏威夷 納入你的第五十州 這個基本上來講是一個非法的行為 就好像日本強制的把琉球亡國併吞 變成它的一個縣同樣的都是屬於 不合法的行為 也就是說這些地方原本都不屬於美國 不屬於日本的 而你們強制性的把它併吞 那麼這些自主意識越來越升高以後 他們會不會要脫離你而存在 好那對美國人來說的話 他在西太平洋這個部分 他根本沒有領土 也就沒有所謂的經濟海域 可是他的海警船 他的海岸巡邏隊 卻跑到這個南海跑到 東海跑到這個南太平洋 這個地方來耀武揚威 這個簡直是荒唐可笑的事 但是問題就在於 美國今天這樣做了 中國當然禮喪往來 所以大陸也開始 根據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 在北太平洋公海的部分 來去進行執法 如果有一天美國的海警 進入中國的經濟海域 中國的海警也一定會 理所當然的進入美國的經濟海域 這個就叫做禮喪往來 這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來的 重要的哲學 重要的哲學思想當然要貫徹 那麼這個貫徹中也要靠實力 所以我們今天也會來 跟各位談一下 中國的海警力量 已經進入了北太平洋 這就預告的未來中國的海警 也會在這個海域裡面 進行海上秩序的維持跟巡邏 那如果有一天 美國加拿大等海警 進入了中國的經濟海域 中國當然也會不客氣的 進入你們的經濟海域了 這就是一個我們所看到的 對等的一個現象 好 首先我們來談 第一個問題就是 傳來一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在太空事業這個部分 中國又傳來一個好消息 在太空事業我們注意到 美國原來是太空事業的強國 霸權 霸國 我們知道在太空事業這個部分 美國向來是一個強國 雖然在前蘇聯時代是最早 在太空事業有所進展的 但是美國後來居上 而且美國居上之後 就支配主宰了整個太空事業 幾十年的光陰 但是NASA已經越來越老化了 他們的工作人員年齡越來越老了 然後美國的國力由於過度的擴張 然後侵略耗損了太大的國力 例如說我們看到小布希 他藉由美國一抄獨強的 這樣的一個國際結構 在美國一抄一個超級強權 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跟美國 批底的情形下 他入侵了阿富汗 他又入侵了伊拉克 也就是2001年打了一場 阿富汗戰爭 03年又打了一場伊拉克戰爭 但是從此以後 他就捲入了這兩場戰爭 因為他想支配佔領阿富汗 同時也要支配佔領伊拉克 二十年以後 美國倉皇從阿富汗 敗退逃走 在伊拉克也很有可能 會在2026年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完全撤軍了 因為伊拉克的政府要求美國 必須要完全的從伊拉克撤軍 美國在伊拉克沒有任何正常性 那他如果從伊拉克撤軍 在2026年的話 他在敘利亞也沒有理由 在敘利亞的北部 繼續非法的佔領敘敘利亞的北部 而且盜取敘利亞的石油 這些都是公然違法的事情 所以隨著時間越來越走 美國的國力跟影響力 只會越來越衰敗 美國在阿富汗不存在在伊拉克 如果2026年整個撤走 最終在敘利亞也離開的時候 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 就只剩下遜尼派的阿拉伯世界了 這個就是美國目前在中東地區的情況 但是由於他介入了阿富汗戰爭 跟伊拉克戰爭 他耗損他的軍力 耗損他的國力長達二十年 在這個情形下我們看到 美國的太空事業的發展 由於經費不足 由於人才斷層 人才平均的年齡都已經55歲左右了 太老了 而中國大陸的平均年齡 也不過就是33歲到35歲 中國足足比美國年輕十幾二十歲 更何況在這麼年輕的中國的科學家 結果他的成就卻如此的匪凡 所以使這些美國在跟中國大陸 在太空事業較量方面 他是節節的敗退 前一段時間他的太空人 本來只應該去八天 結果由於他的返回艙 嚴重的漏氣 而且都無法修補 無法修補的傾聽下 這個返回艙就只好 因為漏氣漏太多 他們的科學計算 已經不足以確保 兩位太空人回來的安全 因為本來是去兩位接回一位 所以回來三位 現在是去兩位滯留兩位 一位都沒有接回來 那這個太空船 就空船的回到了地球 太空人仍然滯留不歸 等待馬斯克的龍飛船 已經發射成功 而且也已經成功的 跟國際太空站已經銜接了 預計在明年二月要回來 但是這個好消息中 又有一個壞消息 這個壞消息就是 馬斯克這次所發射的 這個導彈 這個火箭 第一節順利的按照規定 拋開了脫離了 第二節也順利的脫離 但是點火卻不順 在這個情形下很明顯的 他後面的飛船的計畫 就被要求要往後拖延 因為要確實查清楚原因在哪裡 才能夠再度的發射 所以他的後面的發射計畫 往後推遲了 這也就是一個好消息中 帶來的壞消息 但是美國的太空船 太空事業到目前為止 他的進展卻緩慢了 因為波音這次的嚴重的挫敗 再加上這個馬斯克的太空飛船的 一些小瑕疵 他都要往後延宕的情形下 我們看到到明年的時候 這兩位太空人 也就是二月的時候 那才能夠回來 所以他們原本計畫是被迫修改 那這寶貴的珍貴的太空資源 就被浪費在那地方 浪費了整整八個月 兩個人的生命浪費 兩個人的太空事業浪費 整個這麼昂貴的太空站的計畫 他的運轉也都浪費了 真的是很可惜 那美國能不能再度的改善 能夠再度的花費水準 誰也沒有把握 因為目前看起來他們的負責人 已經連邁了 而且連基本的月球知識 都已經出現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月球的背面 是永夜區伸手不見五指 絕對看不到 而中國的月背面的燈月 就狠狠地打了 美國太空總署的署長 一個的耳光 因為從中國的登月艇 傳回來的畫面 明明就有光線 所以這一位太空總署的負責人 他的太空知識 已經讓人產生了疑問 而且也變成全世界的一個笑話 為什麼 因為他正在國會坐鎮說 永夜區為什麼他們不著陸 那就是因為沒有價值 更重要是因為他永遠看不見 身手不見五指 永遠的黑暗 而中國著陸成 著月成功 而中國從那地方傳回來的畫面 那麼情況是完全不一樣 再加上中國成功地把月背面的土壤帶回來 很明顯的他跟距離地球 最近的他的土壤的成分跟結構是不一樣的 他更具備有豐富的科學研究價值 原因很簡單 那是全世界唯一的第一個國家取得月背面的越南 現在中國又傳出一個好消息 就是實踐衛星19號可重複使用的衛星 順利的發射成功 這是在9月27號的傍晚發射的 那按照預定的計畫入軌了 所以現在它會運行十三點五天 也就是它目前在這個軌道中 會走了十三點五天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回收了 那這個實驗衛星 可重複使用的實驗衛星 有什麼不一樣呢 它既是衛星 但是它又像小型的太空站 那也就是它可重複使用 也就是很多的時候我們的衛星出去以後 基本上來講如果它損害了 或者是怎麼樣我們就不回收了 但是現在這個衛星是可回收的 可重複使用的 所以它在太空站中 在運行的過程裡面 我們因為可以回收 所以本身就可以搭載一些實驗性 例如說這次海南還有安徽 還有農業農村部 他們選了一些非常多的種子 這些種子就是要把它送到 微重力的太空站中去進行實驗 看它能不能經過宇宙線的撞擊 還有在微重力的環境下 能不能讓它生長的周期速度更快 能夠抗病蟲害能夠發展的 這個果子能夠或者是它所成長的 能夠更加的豐碩 這樣的一個優良品種 我想在中國大陸來說 目前育種計畫是十四五計畫中的 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為中國的種子一定要牢牢的 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中 種子是如此的重要 而全世界的種子基本上來講 是由美國所掌控 所支配的絕大部分 那因此當美國不願意把種子給你 或是給你不好種的時候 那我們辛苦工作的成果 可能就要打折扣了 所以中國大陸在把自己的種子 掌握在手中的這個工作 是不遺一力的 而且一直在加緊步伐 除了我們的科學家 不斷地在我們的地面上去獄種以外 在實驗室裡面獄種 我們也開始探索 從太空中 從微重力的環境下 從有宇宙線的撞擊下 我們能不能獄出更好的品種 目前都非常有成果 那過去是由太空人他們來負責獄種 現在的情況就是完全由 這些可重複使用的衛星來獄種 那如果是如此的話 各位想想以後我們獄種的數量 跟品種將會越來越多 而且我們在太空中 它所航行的時間順序 我們都是可以完全掌握的 那這樣的話 未來在獄種計畫中 中國就可以加速了 因為當我們可重複使用的衛星 很成熟很順利很成功以後 那它的商業的發展 那空間就更廣闊了 除此以外 還有一些原件 原器 還有一些材料 微重力的材料的研究 都在這個上面進行 更重要的地方就是空間生命學 空間生命科學也在這個地方 來培養各種有益的郡類 在這個情形中 我們看到當中國大陸 傳來這個好消息的時候 大家都很雀躍 因為大家知道 這又是一個新的局面的一個展開 這個衛星在太空軌道 運行十三天以後 我們要把它回收了 各位想想 這樣的一個回收 它在我們的搖桿的能力要很強 它本身的耐熱 耐寒的能力要很強 因為當它重返大氣層的時候 它會碰到高熱 它在太空中 它又會悶到面臨極冷的一個環境 當它重入地球的時候 它本身的自動化的控制系統 降落傘的控制系統 那麼落到地面上 這些都是必須要相當於我們 從太空站裡面回收我們的 這些返回艙一樣 而它是完全是由無人的自主 對接交換系統 也就是完全由地面來掌控的 這個系統 發射成功在軌運行 十三天之後開始回收 一旦都很順利以後 中國大陸所累積取得的數據 當然更會優化 而更優化的時候 在未來的發展就更上一層樓了 這麼好的消息 當然要跟大家分享 好 第二個我們要談的是什麼 中國的海警力量開始進入 北太平洋了 但是這是第一次中國的海警船 要進入北太平洋執行 聯合國的相關的法律 所以當然要伴隨的軍艦 因為避免域外國家 來這個地方騷擾 中國海警的消息就是 中俄海警的艦艇編隊 所以我們第一次進入 這個北太平洋海域的時候 是跟俄羅斯來去聯合進行的 俄羅斯在北太平洋的海域 有很豐富的經驗 因為它的領土 那麼就是銜接在北大濱洋這個地方 不管是白濱海峽 俄羅斯克海 或者是到枯葉島 然後一直接到北方四島 這樣的一個整個環狀線 俄國在這個地方 早就有領土 還有艦隊跟海警 但是過去俄國的重心是放在歐洲 所以它在遠東這個地方 它的存在力量 是弱的 現在普丁 由於在歐洲這個部分 跟俄國的關係 非常的緊繃 看起來短時間內 也不容易修補 俄國開始往遠東看 而這一次是結構性的往遠東看了 當它絕對結構性的往遠東看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好好地經濟遠東這個地區 要經濟遠東這麼廣毛的土地 它的人口稀少 然後它的軍力 警力是脆弱 是薄弱的 它當然唯一的選擇的國家 就是跟中國大陸來合作了 中國大陸可以利用俄羅斯 在北冰洋 在北太平洋的這些豐富的經驗跟水文資料 然後中國也可以藉由俄國之變 自己再發展出這些進入北太平洋的軍力跟警力了 所以這是相得益彰 相互輝映 背靠背相互來維持北太平洋 安全穩定跟和平的重要的舉措 好 這次中俄的海警艦隊 就在北太平洋的公海執行 連演巡邏的任務 那麼艦隊是根據聯合國大會 45215號決議和 北太平洋公海漁業資源養護和管理公約 這兩個法律依據 這兩個國際法的依據 作為對於作業船隻進行例行的檢查 所以不管是你美國的船隻 加拿大的 或是任何一個 或是日本的任何一個船隻 只要在這個海域中 你在執行你的經濟捕撈作業的時候 中國大陸當然要海警船要過去 根據這兩個公約對你實施 整檢查 你就必須要根據這兩個公約 接受中國跟俄國海警的檢查 那麼中國大陸這樣做的目的 你是要積極的維護北太平洋公海漁業生產的秩序 而且這個期間 編隊還進行了聯合的搜救 聯合損管救生 聯合搜索違法船隻等演練 展示了雙方高校的相同配合的能力 但是不要忘了 因為這是中國的海警船第一次進入北太平洋 所以當然搭配的就是中俄的軍事的艦隊了 我們都知道2024聯合演訓 在俄國它是全面性的展開 有四百多艘戰艦 不管是在波羅的海 地中海 大西洋 太平洋等 那麼俄國來講它是全面性展開 在太平洋這一段 中國大陸就加入了跟俄國的聯合軍演 那也就是中俄的聯合的海上演習 第一階段完成了以後 應該是在9月16號 美國以為中國大陸跟俄國演習結束了 結果它就夥同日本 澳大利亞 紐西蘭 還有菲律賓想在南海要鬧事了 日本就拉著澳大利亞跟紐西蘭 要穿越台灣海峽 就在這個時候中國突然宣佈 第二階段中俄的聯合演練展開 總共八艘戰艦 中共大陸派了三艘導彈驅逐艦跟護衛艦 還有一艘補給艦 還有海警船 也就是在於海上戰艦的維護下 海警船就開始進行執法了 那中俄的艦隊海警軍艦 就穿過了宮古海峽 在這個穿越的過程中 俄羅斯的這個反潛機 就在日本的領空 三次的進行反潛的跟肩作業 接著中國的艦隊就進入 穿越了中古海峽之後 就進入了北太平洋 在北太平洋的期間 也就是鱷河刺客海這個區域 海域裡面 那海警船在軍艦的護衛下 就開始進行了聯合的這個執法 那對於過往的船隻 都要去監看盤問 然後看看他們有沒有 按照聯合國的北太平洋的 這個余撈作業的相關的公約規定 有沒有執法有沒有走私 有沒有在海上實施非法貿易的 還有有沒有販賣人口的 還有有沒有風險危難的等等 中俄之間就開始進行了聯合警巡 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北太平洋 進行海上執法 這個部分裡面就給美國 加拿大跟日本好好的瞧一瞧 中國的海警力量 已經進入了北太平洋 現在是在俄河刺客海 下一次很有可能就入 就會進入了白令海峽 然後接著當然就會在 美國的阿拉斯加加拿大的 太平洋段的這一端 開始在進行北太平洋的聯合執法 未來中國的軍艦搭配的海警船 在這個海域中就會成為一種 常態性的存在 也可能剛開始一年一次的存在 接著就是一年兩次 以後可能是一季就存在在這個地方 進行例行的海上巡邏跟檢查 維持北太平洋的海上秩序跟安全 打擊海盜 打擊海上的恐怖主義 你看看中國對於北太平洋的安全穩定 和平的貢獻有多大 所以對於美國日本加拿大的漁民 在海上捕撈作業的時候 中國可以確保他們的安全穩定跟和平 那如果有違法的這些勾當 中國的海警船 當然就會依照聯合國的相關的公約 在這個地方執法了 這當然也是一件好消息 好